HELLO 大家好,我是Omega 今天呢,我來介紹一款掉線 這款掉線呢,就是... Magic 這款掉線呢,就是得富有的火PE 我們叫火PE呢,因為它是結合火線跟PE的製程技術 也就是說它有PE的強韌 又有火線的滑順 是不是很厲害? 當然還有更厲害的是,它竟然 站得起來 站得起來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登登 好,我把這線攬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線是完全呈現直立的狀態 大家可以試試看這條掉線,應該是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比起火PE,我跟錦香叫它吃了韋哥的線 因為它真的很挺,真的很硬 再來呢,這條線呢,還有更厲害的地方就是它摸起來 是非常滑順的 很滑,因為它上面有上了一層膠 所以泡頭起來是一個滑順到不行的感覺 當然我拍影片呢,一定是非常負責任 我不會講講就跟他說這東西很好用 我一定會帶大家去進行實地測試 OK,Let's go 好,我們到了 我現在在那個外婆家池塘 那這個地方呢,大家應該在前幾部影片有看過這個地方 對,然後它主要是一個障礙場 它主要都是固滿一堆荷花啦,然後浮屏等等之類的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挑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覺得測試線的耐磨度的話 來障礙場測試是最來的,直接了當的 好,等一下呢,我準備用雷蛙做調 那我線呢,就直接打一個簡單的結就好了 這樣子,比較可以看出線的耐磨度啦 好,我們開始釣吧 嚇死我 這線呢,我到現在釣到現在還是乾的 可見它的吸水率沒有很高 算是還不錯的地方 可惡,竟然沒有釣到雨 覺得還是換個點好了 現在是第二天 前一天呢,沒有釣到 實在是太令人難過了 所以呢,我今天特別難下到雲林這邊 來釣泰國裡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地形 這邊地形呢,就是很典型的 農村排水溝 有一句話就是 南部有水就有呆 我相信這裡應該是有呆的 哇,繼續釣吧 這種地形喔 基本上釣到的魚都是要引拔的 然後剛好可以測試一下線的強度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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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它這線蠻強韌的 連引拔都沒有問題啦 水水水水 中 還是比較陰涼力蠻放的 好啦,這兩天呢 我只要花了十幾個小時 去測試這款線 大家很擔心什麼 被磨斷啊 或是砲頭順斷等等的問題 完全沒有發生過 再來是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我是只有用二號P而已 相對其他人在玩什麼雷蛙吊法之類的 算是比較細的線了 所以整天這樣測試下來 我覺得滑順度是有的 強韌度也是有的 最後大家非常關心的 耐磨度 更是沒話說 好啦,以上這款線 推薦給大家 好,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下面點個喜歡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我是Omega 我們下次見